梦想以前的梦想是当杨明的习惯 大家很嫌悟 我觉得有家有吃的人就不 基本上也就是看也还挺好嘛就走 可以肯定的是杨明自己也没想到 自己离个婚竟然引发全网关注 只是一个离职的CBA教练 个人成就还不足以载入中国体育的历史 为何如此多的人关注他个人的私事 原因就在如此 在走红后杨明实际上也不止一次表达是专注于家庭的 也不止一次与妻子晒出恩爱的时刻 并且还在第一次被曝出轨后强力辟谣 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一点 那就是我杨明虽然长得帅 而且是CBA冠军教练 年少有为 但依然是个好男人 好丈夫 好父亲 当反差如此巨大的时候 外界自然也受到了震惊 早知今日 何必说那些不切实际的话 让自己的形象看上去完美呢